我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故事 就是一个从日本的奥机上变成日系坚立师帅哥的进化师 今天的主角就是他 全新一代的 Isuzu D-MAX 虽然这款车在2019年已经在泰国上市 但是我国其实是全球第五个上市这款新车的国家 今天我们就来带大家抢先看一看 这个全新 Isuzu D-MAX到底变得有多帅 上一代的 Isuzu D-MAX 其实是美日混血儿 因为上一代的车型是 Isuzu 和美国的 Chevrolet 共同开发的车型 而它的双身兄弟 Chevrolet Colorado 同样的也有曾经在马来西亚贩售过 而这一个第三代的 D-MAX 就是变成了纯种日本车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的新合作伙伴是 Mazda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 这台车的外观设计是不是因为有 Mazda 的参加 所以变得非常的帅气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这个 LED 的头灯组 这个灯煤 日间新车灯 还有这个 Projector 看起来非常的年轻 还有这一个雾灯座 还有这个方向灯的设计也非常的锐利 整个车头看起来跟上一代的沉稳完全不同 变得非常年轻 非常的运动化 而且重点是它这个水箱护罩的材质并不是采用传统的镀铬 而是采用了灰色的亮面材质 看起来整个设计搭配这个鲜蓝色的车色真的非常的年轻 但是虽然说它变年轻了 可是我们 Isuzu 的传统设计 这个虎牙还是被保留 大家可以去看看之前 Isuzu 的车款都会有这个虎牙的设计 还有一点 它的双生兄弟就是刚刚推出市场不久的 Mazda BT 50 两款车同样的都很帅气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轮弧 Isuzu 用了和这个水箱护罩同样的灰色亮面材质 来做出一个 Wide Body 的感觉 提升了它整体的运动感 而这个轮圈同样的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看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在目前市场上的皮卡车型中 这个轮圈应该是最好看之一的 而且重点是它还有点红色的点缀 让它更显运动化 而它搭配的这个轮胎尺寸是 265 60 R18 值得一提的是 Isuzu 并没有用传统的 这个亚色的这个防刮材质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好看 可是日后可能会很容易花 这个就是大家需要去做一个抉择的地方 除了轮弧的这个 Wide Body 设计之外 像是这个 Side Mirror 它的这个行李架 还有脚踏板它都采用了这个亮面的灰色材质 所以整体的层次感我真的是很喜欢 这一次它真的是完全从一个奥机上 变成了一个日本的帅哥 以前的 Pika Truck 在车尾的设计都是千篇一律 而这个 D-Max 的设计非常的独特 虽然说它不像它的其他对手 采用了这个 3D 的 LED 尾灯设计 可是它的外壳是这个透明的 里面才是采用了红色的 LED 这样的视觉效果看起来 其实跟 3D LED 光调也差不多了 晚上的识别度同样也是非常的高 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 Pika Truck 最重要的后车头设计 它这里有一个 Reverse Camera 打开之后它的空间表现和以往一样一样平整 可是这一次它有一个很好很贴心的配备 也就是这一个 以输出设计的这一个推板 如果你在搬放中午的时候 你把东西放下去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把东西推回去里面 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很贴心 当然有好有坏 这样可以让你更轻松的搬运中午 可是它就会一定程度的压缩了这个厚抖的空间表现 当然有得有失啦 就看你怎么抉择了 引擎方面因为我们试驾的是顶级版的车型 所以它采用的是一个 3L 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没有错 其实就和上一代的 3.0L 柴油涡轮增压引擎一样 可是它还是有一些改变 原厂针对它的硬体设计进行了一些更新 包括了喷嘴等等 都采用了轻量化的材质 另外它们也提升了这个软件 所以它的马力提升到 190ps 的地步 峰值扭力 450Nm 变速箱也从上一代的 5 速自排 变成了现在的 6 速自排变速箱 除了这个 3.0L 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之外 这一代的车型同样的还是提供了 1.9L 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同样的也是匹配 6 速的自排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是 150ps 峰值扭力 350Nm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 1.9L 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是我国市场的皮卡中排气量最小的 虽然它在路税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 你想象一下买一辆 Pickup Truck 可是它的路税那么便宜 你觉得是不是很划算 在内装的设计方面 我可以说全新一代的 DMAX 是我国市场质感最好的内装 没有之一 因为它的内装质感真的没有其他的皮卡可以跟它相比的 而且它质感好的不只是内装而已 连它的锁石也一样的好质感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讲一下这个内装的设计 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很多置物空间 这里有一个置物格 这里有一个置物格 这里还有一个置物格 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东西没有地方放 再来一点就是它的内装上面采用了这个 软质塑胶加缝线的设计 看起来的这个质感完全高了很多 而且重点是双色调的混搭 下面是黑色 上面是这个棕色 看起来的这个视觉效果真的蛮premium的 而且它这边还有一个盒 Piano Black 的横条 增添了它的层次感 而看这个中间 这个触屏主机非常的大 而且这个触屏主机的功能也同样的惊艳 作为一辆皮卡车型 它竟然支援无线的Apple CarPlay 所以如果你是苹果用户的话 你就会知道这个功能有多好用 再往下看 下面有USB跟AOX的接口 还有这个看起来蛮简约的冷气控制面板 这个冷气控制面板的使用起来的直觉度还是不错的 另外它的按键设计也非常的有质感 这个跟之前一代的一输注车型相比 真的是有反天覆地的进化 同样的我也要再说一次 我有一点的怀疑就是因为Mazda有参加到这辆车的开发 所以这个内装质感才会那么的出色 除此之外这辆车也提供了很多乘客的便利空间 例如说这边你可以放钱包放手机放钥匙 这里有很深的置杯架 还有一个中央扶手有这个空间可以让你放别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辆车的置物空间表现是没有办法挑剔的 再来一点我很喜欢的就是这个座椅的设计 这个座椅的设计很有欧系车的感觉 你可以看到它还特地在这个肩膀部分做了加宽跟支撑 我的身高大概是180左右 所以我坐下去是非常的歇意 这个座椅设计同样的也是在皮卡车型中比较少见的 这个仪表同样的还是传统的指针仪表 但是中央有一个彩色资讯屏 可以显示车辆的资讯 还有一些像是ESCR前方撞击易经等等 你没有听错前方撞击易经 Isuzu D-MAX 的顶级版 配备了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包含了车射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全方撞击易经 自动紧急刹车 主动式定速巡航 带stop and go 功能 也就是全速域的ACC 这个功能在目前的皮卡车型几乎是没有的 再来一点就是车道便宜警示等等 它都出现在这辆D-MAX 上面 你可以想象一台皮卡车 有那么先进的安全配备吗 我老实说在第一次看到这个配备的时候 我真的有被它经验到 你觉得它的配备怎么样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发现 Isuzu 是一个很贴心的厂商 他们有真正的去倾听市场上的消费者到底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一进入后座我就发现了一个东南亚消费者很喜欢的东西 挂钩 你可以在这边挂你的DataLag或者是CopyBank 还有一个我也觉得也是为东南亚的消费者专门打造的配备 也就是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所以后座的乘客在大热天的时候真的不大需要担心这个后面会被热死 而且它上面还有一个USB可以让你为手机进行充电 至于这个后座同样的也是采用了这个棕色的皮革 看起来比较亮 所以压迫感没有那么重 可是实际上它的空间表现跟一般的皮卡车型没有太大的差异 这个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姿的 然后我的空间表现大概是有一个拳头两个指头左右 然后大腿会稍微悬空 值得称赞的地方是它的椅背同样的也针对了这个肩膀这里进行的家乡 所以实际上乘坐起来的感受还不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坐姿你喜欢吗? 好啦说了那么多 大家是不是对这台车的动态表现很期待呢? 我们现在就去试驾吧 在这个新一代D-MAX的这个驾驶上面要讲的就是它其实真的是很有惊喜 因为其实在上一代的车型 这个车身是比较奔重 然后它的灵活性不好 而且悬吊也比较弹跳 因为它是为了这种工作而打造的车型 可是实际上在这个新一代的车型上面是真的有蛮大的surprise 第一点就是这个新车质感的进步 它其实开起来是真的比较像是一台家用的XUV 我最喜欢的是它的隔音 虽然讲引擎的那个哒哒哒哒的噪音还是会比较的明显 可是它的这个风声的抑制还有这个底盘的隔音 真的让我很惊喜 这个风声 因为我们大概是平常我们在Highway开的速度大概是110左右的时候 它的风声真的是隔绝到很好 要知道是这种高车声的车型 在这个隔音尤其是这个风声上面是比较战略式的 可是它这一次它的这个风声的抑制真的做到很好 110的话基本上听不到什么风声 而且加上如果你平常开车的话你在开一些这个Radio什么的话 它完全可以把这个风切声压住 再来就是底盘的隔音 一般上Pickup Truck用的这个轮胎胎花会比较大比较硬 所以这个滚动的时候轮胎的噪音会比较明显 可是这个T-MAX 大家可以现在听到这个就是我在开车的环境 它的底盘隔音这个真的是这种家用 的XUV车型 再来要讲的就是这辆车的这个悬吊表现 上一代的T-MAX 就像我一开头讲的 其实弹跳是比较明显的 可是这一代的车型 它的舒适性我觉得是有的 不过只是在前座它前面在过这个 黄线的时候它吸收水震会吸收到很干净 做起来 微微的抖动还是会有只是比起这个 之前的车型相比 之前相比就是TOK TOK TOK 可以震到你很不舒服 这一个 真的是舒服 可是后座乘客的话 就还是会有这个同样的问题 弹跳会比较明显 不过同样的和上一代相比还是进步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一代车型 它们真的是为了 可以方便失去驾驶或者作为这种 LIFESTYLE的PICATRUCK 它们在这个MVH还有舒适上面进行的这个很大的一个改进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OK 接下来要讲这个驾驶表现了 我相信大部分人对于这个PICATRUCK的主要使用范围就是 工作或者是进行一些户外活动 所以可能你对它的操控表现不会有要求太多 确实这一个 DMAX在这个驾驶表现上面 它是属于中规中矩 没有说很好但是也不会到差 比较大的问题在于它的这个方向盘的反馈 有时候会比较慢点这个主要还是跟上一代的车型很像 可是在行车质感方面它的进步非常的大 首先就是这个全新的平台 这全新的平台他们 用了这个最高达到980MP的钢材 所以这个平台跟上一代相比它减重达到了200公斤 所以它的车重大概只有2000公斤左右 开起来会比上一代的更为轻盈 然后它的悬吊也进行了重新的优化 在前面的悬吊部分它过滤这个碎震是比较明显的 尤其是在市区驾驶的话可能会有很多那种黄色的线 它在过黄线的时候它可以把那个碎震吸到很干净 可是在后悬吊的话因为它是这个叶片式弹簧的关系 所以在吸收这个碎震 还是有一点进步的空间 可是同样的跟上一代的车型相比 不管是前面的悬吊还是后面的悬吊 它这个吸收碎震都有很明显的进步 所以可以看出以输出为了让这台车可以在urban也就是失去驾驶了 他们进行了非常多的改进下了非常多的心血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你是没有开过或者很少开Picatruck的人 这个变速箱的设定你需要去熟悉一下 它的这个变速箱我觉得 变换挡逻辑有一点点的慢 而且它是比较线性的 虽然说它的扭力有450Nm 可是整体开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柔顺 然后你会觉得它慢 可是实际上它已经很快了 这一个对于 如果说你市场用Picatruck在你的家人的话 我觉得这个设定你的家人应该会很喜欢 其实以输出官方讲得非常清楚 这一次全新的DMAX 他们更多的是瞄准这个Lights out the market 而不是传统的这个商用车市场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 以输出官方把这辆车做得那么年轻 运动化 我必须再说一次的就是 我本身真的很喜欢这个新的DMAX的Design 真的是很好看 不知道你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我相信这辆车在未来会影响到非常多的皮卡车型 因为它不管是工作用途还是其他的用途 它都可以完全的满足你的要求 重点是它的配备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丰富 你们觉得DMAX会不会改变马来西亚的皮卡市场呢 欢迎你们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啦这一次是我们这个简短的试驾分享 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全新的DMAX带出来做一个更详细的试驾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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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